欢迎收看旧期财经之业 美国最新的非农就业报告出炉 那会不会影响到联准会 可能要延后到2016年这升息的时间点 还有呢 是不是美国的经济存储的力道 有出了松动 那我们要请教财经专业 就来对这个美国的经济 一一的做检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说 因为数据看起来 有些人就很糟啦 比如像这边可能十多万出头 但是觉得好像数据比较糟 但其实你如果从这几年 你过来看你会发现说 其实有时候 那个每个月的就位数据 有时候比较像今年初 像这个气候问题 或者是像2014年底 或2013年中间 这个也都有 有时候数据虽然一两个月比较糟 但其实它不会改变 就是说整个趋势长期是往上的 因为民间消费依然 还是一个很强劲的情况 所以它只要长期趋势 还是一个正成长的情况 就是你这个地方偶尔突然转差 那个是很正常的 或像这个突然转好 这个很正常 因为你不可能一直这么好 对 有时候突然可能就差一点 这个我认为说这个到 不会说对大局有什么太大的危机 所以倒不用太恐慌说 这一个月数据出来好像很糟糕 不会啦 这情况其实还好 而且美国有时候比如说暑假 有时候相对来讲 就业有时候会比较淡寂 这个也是很OK的情况 因为我不觉得说这个有什么太大的危机 因为过去你可以看到 还有比这个差的都有啊 对 可是整个美国 我说只要民间消费力大还是成长 那基本上问题不会到太大的情况 因为如果我们往下继续看一下说 下面的话你看一看啊 这个是美农非农会救人口 其实现在数据还是突破2008年的高点 就说现在是历史新高的情况 对吧 大概1.42亿人 就是说这个人数救人口 美国来讲算是近年来最高的点 就是历史新高的点 所以说有这个就业 你后续等下有消费 有收入有消费 对 其实美国经济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那你不用太担心说 经济突然出现像2008那样 这个倒不至于啦 这我倒认为 9月的那个就只是一个月的数据吗 对那个只是一个月的数据 那不是说就已经确定的 而且数据其实在三个月内 都还是可以做调整 是 做一些修正 对 所以我们其实你等到明年1月再来担心 那这个还说得过去 那我认为不用过去太早就担心 好像景气真的变得很好 这个倒不用 就一个月的数据就这样过度担心 对 这个我倒认为是不用的情况 我们继续往下看一下说 整个就业的情况 因为你看到 我们如果从就业的其他数据来比对 其实你可以找到很多美国经济数据 或美国经济是不错的情况 比如说这个job opening 就新增的职缺 这个是非农业就人口蓝线的部分 红线的部分是民间企业 private 所以你可以想象 在美国这张资本主义的国家 企业老板他愿意开出新的职缺 是代表整个消费的人潮是够多 多到我可以接受增加劳工的成本 不然为什么我要聘出的职缺是历史新高 对 还超过2008年高点 对吧 所以对吧景气其实不错嘛 不然你干嘛增加那么多的人手 那是可能原本经济学家预期的太高 是不是 原本说预期会有20.1万人 因为过去几个月其实就是 最近近年来啦 就是这两年来就是数据比较好 大概都有20万 所以大家就觉得20万可能就是一个 标准这样的情况 我们继续往下看一下 他的更多的数据 因为像有些统计 像是以后失业率会有一些误差 对 对吧 比如说想就业的人找不到工作就叫失业 是 那不想工作的人找不到工作 就不算失业了 就不算了 对 所以我们会用一些其他 比如说像出领事业救济金 就你有领一笔就有一笔记录 但你看这个数据其实降到 大概1990年代以来的新低 是 所以这个数据其实算不错的 因为现在人口更多 但领事业救济金人更少 大概是什么意思 我可以接受去工作 为什么 因为现在去职场好像变得比较容易了 比较不会碰壁这样的情况 薪资也比较不错 所以我以取领事业救济金不如去工作 对美国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个数据我认为说是不差的 你看这个数据从很高 历史新高到这个地方 所以算对美国来讲算是一个很大的经济成长 对那这里也没有说 你也没有说突然领事业救济金人暴增很多 没有 所以对我认为说这个还不用过度担心的情况 我们去往下看一下更多的数据的显示 比如因为美国还有一些统计的数据 比如说 很多耶 你工作不好 然后那个老板把你fire 炒鱿鱼 或者是说比如说你是盖房子的 对吗 这种合约就有合约的 比如说这个方式盖完 是contract这样 对就合约到了 就没了嘛 是 但是你看发现说现在美国老板把你主动lay off辞职了 或者是不再续约 就是合约到期不再续约 一年合约到了 对 那你看这个数据降到目前就相对一个低点 是 对所以代表什么意思 其实老板很需要员工 因为合约到期了 他继续跟你续约 对 也不太敢跟你fire 除非你真的很夸张 对 所以代表是说 现在景气其实算是相对不错 是 老板其实也缺 缺人 员工 他确实也缺员工 如果不缺人的话 这个数据就会往上 就一定往上飙 就像这个时候嘛 对不对 这个金融海啸的时候往上飙嘛 这是人正常的情况吧 就是这样 我们去往下看一下 说更多的数据 这个是quit是说 主动辞职 对啊 我不干了嘛 所以为什么会增加这么多人啊 是这个 就代表意思是说 还是说有什么问题啊 大概一般来讲 有些人就是工作不理想嘛 那种是重乐透了 对对对 那也不想干了嘛 是是 对 不理懂就是说 我觉得 我觉得我可以找到 比现在更好的待遇嘛 对 所以我愿意 我觉得说跳槽 这个是合理的 对嘛 所以我主动辞职的 哦 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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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想重乐透数量 应该没办法达到 那么多 撑起这个数据啊 是是是 所以一般来讲 这个其实象征就是说 旧位市场其实还是不错的 是好的 所以才有人敢辞职 辞职 然后跳槽去找更好工作 因为代表一定是 市场的职缺真的多到一定的量 是是 而且薪资待遇 也不会比现在更糟 对 对 所以代表 员工他勇于辞职 是象征就是 景气相对比较好 对嘛 金融还是要来 你会辞职吗 嗯 不会嘛 大家可能都 你辞职老板还会很开心 对啊 所以其实从很多数据来看是不会到太糟的情况 不然这些数据他展现出来不会是这样的效果嘛 对 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不用对一两月的数据太糟糕 因为也有一个情况 除非一直连续出现嘛 对不对 对 而且我们要看他说 你这个就位人口突然减少 他的原因是什么 嗯 比如说也有一些情况是这样的 比如说美国企业现在开始做加薪的动作 加薪然后 对 就是加薪炒相的情况 那你想哦 如果我是员工 那或者是我现在正在待业 我想要想找企业 我可不可以等加薪以后 我再去上班 可以啊 可以 那这样子会不会让就位数据 比较不好一点 所以我们说他的情况有可能很多种 就像台湾过年一样 过年的段时间 那个就业率 那个招募的员工也会比较少啦 对啊 或是过年前可能那个什么 那个离职率就比较低 大家可能要领年中嘛 相关的模式 所以那个模式我们不能够说 就是就业数据很好 或者就业数据很糟 你必须要让更多数据出来 才能够佐证整个资料 所以你不用过于这么早就做担心了 因为民间消费还是存在 对 啊早有消费我们说 其实企业的获利 通常还是不会到太差啦 是 对我们去往下看 因为其实不只说整个大局啦 有些人会觉得说大局好像比较糟 但是如果我们往下继续看一下 个别的产业的情况 第一个因为 为什么会有减少这么多 因为人员业真的很惨 因为目前国际油价 好像最近几天可能大反弹 但是了不起就是50块左右 对啊 其实跟100美元以上还是差了一半 一半 对 所以对人员业来讲 他自然就不敢扩大去裁员 那个人员业的情况确实是比较 没有那么的好的 因为那个人员业的投资 企业投资正在下滑啦 所以一般来讲 本来就是这个情况是暂时无法避免的 大概要等油价再拉回来才有机会 才有机会再上压 对 所以这个部分真的造成就是差蛮多 因为你看 本来如果你从本来每一个月都还有增加 增加几千几千 是 对啊 你现在变成不再没有增加 还减少 你自然就会对就业数据造成比较大的压力 那有个产业比较好一点 就业数 就业的这个 我等一下后面会讲 我们先继续讲一下 有比较糟的 好 比较糟的先看 也不知道那么糟啦 我们往下向下一张 像你刚才说比较好 有制造业嘛 对这个就要看情况 你也可以说比较好 对 因为最近几年都在成长 对 好像不错 是 从谷底翻扬了啦 对 大概从一千一百五十万人 增加到一千两百多万人以上 是 数据好像不错 但是如果你看你从以前时间拉长回来 最近三十年代 你就会发现说美国制造业其实 就会人口一直在流失 是 因为美国老年化真的越来越严重 而且自动化机器的模式 越来越多 所以取代越来越多能力了 对嘛 制造业是几乎是最好用具体取代的嘛 只要有机器一出来 就是自动化设备一批人 可能这个生产线都不需要那么多人 所以砍的量真的很大 对 虽然我们说产值还是有增加 可是对美国来讲 制造业 我们说这个就业人口数据看起来好像 最近几年来看起来像不错 但其实拉长时间来看 还是没有到那么的好 从1980年拉到现在2015年来看 所以像很多人会说解读 说什么现在就业数据 比如说制造业很糟 跟几十年前相比 这个少很多就业人口 但我们必须说 它的产值还是增加的 只是因为以前人做的变成 机器来做了 而且我们说老年人口的情况 越来越严重 我也不需要再雇用那么多人 所以对制造业来讲 虽然这几年不错 但是长期来看真的是 我说的就是没有到那么的好 对 所以你说要靠制造业帮忙就业机会 帮很大的忙 比较难 难度也很高啦 难度真的也很高 那我们去往下看一下说 整个的就业也有比较好的 有啊 像比如说休闲娱乐产业和餐饮的就业人员 是 对吗 所以我们说这个算不错 像是饭店什么这些 对啊 什么拉斯维加斯啊 这些游乐区啊 或者应该说堵城啊 或者是环球影城这些迪士尼 你可以看到它们的人气都是 一直往上在飙的 只好有假日或是连续的假日 游乐园那些 对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劳工 或是你一般的人民 你真的会去大量的娱乐 然后让娱乐业的就业人口 一直往上持续成长 这代表景气是好的嘛 不然你没事你没钱 或你被裁员了 还会去游乐园嘛 不会嘛 所以你看它就业人口 其实增加还算不少 跟2008年相比 其实幅度还是算蛮大的 所以我说这些数据 它其实还是呈现就是说 美国经济其实没有那么的差 对 如果真的因为数据啊 突然一两个月真的比较差 造成了一个股市比较大的恐慌或修正 其实对投资人来讲 你应该是 开心的 因为你是可以用更便宜 用低于市场应有价值的成本 来买到这个股票 所以其实不见得真的比较差啦 对 这个倒不用过度担心 就你真的要担心 可能要到明年大概 比如说二三月 那个天气冬天也过了 就业人口都还没有回来 那我们就比较担心一点 那现在我认为说 还不需要过早担心 就好 那其实如果仔细看 就是美国在产业的这个上面 结构也有做调整 那之前可能这个九月份的飞动就一出来啊 就有很多媒体在说 可能升息啊会遥遥无期 那就今天帮我们这样子一层一层检释喔 其实要再等更多数据出来啦 也不会不要这么危言耸听这样子 就说可能升息会遥遥无期啊 对啊 而且其实你看 经济数据好像变糟了 对 可是不代表股市就不好啊 对啊 对啊 就是对于美股 如果说不升息 那对美股来说也是利多嘛 对啊 对股市的投资人觉得 不见得比较差啦 是 对啊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个真的不用过于担心的情况 哦 好啊 好 那我们相关的这个内容呢 还会再陆续推出 也会再跟大家来做update 那以上呢 我们这个节目的内容 可以要搜寻更多资讯 可以到这旧的这个FB 外汇是稳定的投资天堂 或者呢 是Google Search Jojo Your Money 以及呢 到这个FB 放DJ机制网呢 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 那相关的资料 那我们还会陆续推出 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收看国际新闻 焦点评论 日本政府的退休基金 这个GPIF呢 为了要因应说 日益庞大的 退休金的这个支应需求 在上礼拜四 是宣布说 指定呢 这个特定的投资银行 像是野村 负责高收益债券 以及新兴股市的 这个操盘的业务 那GPIF呢 是在这个空手接刀吗 而且哦 还有就是这个联准会呢 即将要升息 那债券呢 这个垃圾债哦 受到冲击恐怕会最大 那日本政府是不是在 在赌说这个富贵险中求 我们要请教卖地区 这个国际变异主任 赖鸿窗来请我们解答 鸿窗哥 这边要怎么解读 这个日本的这个退休基金 他们这样子做是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 逼不得已的苦衷吗 还是说他在赌呢 是的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内 我们先来看一下 高收债 目前的市况 到底是恶化到什么程度 那像最大规模的 一档垃圾债券ETF 它代号是HYG 就是画面上的 这张HYG 它这个上个礼拜五 它是小掌 那时候在82.44 那这个周线的位置 特别强调是 它是周线位置 它是创下了 2009年9月4号以来 当周的最低点 这张算是月线吗 那是周线位置 对 因为对 这个如果我们把它用月线来看的话 就可以看出来 实际上它是已经来到这个位置 那如果第三季来讲的话 这档高收债的ETF是 第三季是跌了6.2% 这个是创下201年第三季以来最大的跌幅 那再看下一档 这个 SPDR 这个巴克莱高收益债券 这两档都算是蛮热门的 都是蛮热门的 高收债 热市债的ETF 那它收盘价是35.33美元 那这个收盘价 在上个礼拜五收盘价是创下 2009年7月17号以来的收盘金币 那我们如果说听到这个 不管是基金数据或者是 这个金融商品创下2009年7月17号 我们都知道 这不是一个好事情 对 这都是代表 这是有出现了不好的状况 所以这一档JMK呢 它的月线是连续第五个月收低 我们这个是月线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连五个月 对连续五个月下跌 那这样子连续五个月下跌 这也是创下2008年 更糟糕了 2008年8月到11月以来 一个最长的连续下跌的走势 所以从HYG还有这档JMK 这两档ETF 它这样的下跌 其实它不是特殊的例子 因为美银美银指数 他们专门在统治这个债券 他们的统计显示 美国整体的投机等级 也就是垃圾债券的 这个债券价格 价格是 它写下了一个超过20年以来 第一次看到的状况 这个更严重了 它是连续四个月的价格下跌 那这从这里呢 就可以看得出来呢 对高收债的投资人来讲 其实在现在这个当下 其实对我们来讲等同于 08年09年那时候金融会 这个海销的一个危险的状况 那高收债的ETF破底 不过我们看到呢 这个礼拜五的时候上礼拜五 美股这个标准破500指数呢 是演出四年来是最惊天动地的 这个逆转走势 从原本呢开盘 我先看到道琼这个图 是这个图霸的部分呢 道琼的时候原本是开盘下跌了200点 到最后是这个整个大逆转收盘 是陈先生的收涨200点 那这样子哦 ETF高收债呢 看美股呈现背道而驰 这样长线的投资人到底要听谁的 怎样这个逆转 还有这个逆转行情说 是架构在怎么样的总金背景 那洪汤哥这边要怎么解读呢 是的 实际上有一家这个机构叫做 Dealogic它的统计呢 今年第三季美国企业 它announce宣告的这个股票回购 By Black的金额 是逼近了近十年来的最高点 那单单是在9月份呢 它就达到了2434亿美元 那比起去年同期 或是多出7倍以上 所以其实从这里 我们大概可以看出来呢 这个目前到目前为止 至少美股还有一点支撑 原因就在于这个企业 他们这个有一个股票回购 可是呢 我们再要特别强调 这个By Black不是全然都是靠自己的这个获利 有些是举债 有些是透过举债的方式 它也要去做By Bay 来这个讨好这个投资 所以这个上个礼拜五 对 上个礼拜五呢 不管是道琼或者是Bell & Poor 都是出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走势 对 很惊人 它是这个跌超过一个percent 像Nike一样这样子的 那收盘呢 又超过一个percent 那这样子的一个行景呢 根据统计是这个近四年来 这个算是最最这个 盘中震动幅度最大的 震动幅度最大的 对 而且是 是一开始让大家下了满车弹 到最后却又是一个惊喜 但是实际上这个是 如果说你在拿这个其他的总金 还有在市场这边的走势来看的话 其实这样子的走势 能不能持续是值得怀疑的 那原因呢 除了刚刚讲的By Bay以外 还有一个呢 就是也有一个研究机构 叫做Strader Gas Research 它曾经拿2000年 还有2007年 这两次美股崩盘 对 它就去整理说 这些有没有共同的现象 那整理出九大共同现象 危险讯号 那当中其中一项呢 就是信用力差 朝错误方向的方向去移动 也就是大家说 一窝蜂把钱都投到 最安全的美国的公寨 然后把这个钱都从 这样垃圾在这些抽走 那这个这样子一个Spray 就朝错误方向移动的话 那这个就是 算是一个对股市来讲 就是一个警讯 刚刚讲的九大警讯之一 那这也是为什么说 我们这一期节目 我们以 煤矿坑里的金丝雀 来作为标题 那原因呢 就在于说 信用市场 就像是这个煤矿坑里的金丝雀 是 很敏感的 对 因为这个矿工要进 那个煤矿坑的话 他们会带这个金丝雀去 那原因就是金丝雀 会比人早闻到这个瓦斯的味道 也就是说 人你可能还不知不觉说 这个金丝雀已经倒了 那你看到这个金丝雀昏倒 真是死掉了 那你就要赶快跑了 因为你不能等到你自己有感觉的时候 你再跑 那可能都来不及离开了 所以这个信用市场就像是金丝雀 那会让这个矿工 就像是股市投资人 提早告诉你有危险 警讯啊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警讯呢 希望这个可能投资人要 股市投资人要特别去注意 那像前阵子这个 因为受到这个矿业巨破 这个家能可 Granco 可能上失信用等级的这个冲击呢 日本有一家叫做第一中央汽船 它是代表9132 它在9月29号 它是在东京宣布 这个宣告破产 申请破产保护 那这个衡量对手信用风险的 泰的价差 所谓的泰的价差呢 就是指这个 三个月的利益 伦敦这个银行间 的拆卡利率 跟美国三个月的这个 国库券的价差 假如泰的价差 那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如果是往上走 那当然代表是 越来越有这个景气的疑虑 价差越大 往上走价差越大 对 就是大家又越来越要求说 你一定要给我更高的利息 我才愿意跟你往来 才运把钱 才愿意付钱给你 对 所以从这个泰价差越大 我们告诉来 它也已经来到了 它9月25号呢 它是来到0.30% 这个指标 这个有迭列是因为 提供这个Liber的机构 他们是要求 是要一个礼拜的迭列 所以我们可以取得最新的数据呢 9月25号 它是来到0.30% 那这个是2012年8月17号以来的最高记录 那如果说 对 就是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目前的状况是处于一个 有危险的 一个往上走的态势 对 往上走 那景气变差 是信用市场说了算的 当然不是 因为像联准会经济学家呢 他曾经 一位经济学家 他在2006年 他有发表过报告 他说如果从预测 这个经济衰退的各个功力来讲的话 那这个计算生产商品跟服务收入的 还有利润总和的这个国内总收入 就是GDI GDI国内总收入呢 它是预测的这个能力呢 会比GDP这个预测能力还要好 所以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这个在 我们这个是总结半年度的 也就是说2015年上半年呢 美国实质GDI 它是比去年下半年是成长 成长只有0.9% 所以从这个地方呢 出现 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成长速度是2009年上半年 以来最长 当时是这个 当时基本上是一个负的状况 所以从这个预测这个衰退 比GDP更领先的这个指标来看的话 其实当然是在一个很急速下滑 而且是很危险的一个边缘 那另外这个像供应管理协会ISM 它公布上个礼拜公布的这个 9月份的美国制造业 对 制造业采购经验指数PMI 它是跌到了50.2% 那是创下了2013年5月以来最低点 那当然这个数字是一般人大家看到 那更危险的 这个是在这里 这一张客户库存指数 客户库存我们曾经在节目上有介绍过 那为什么这是在介绍 原因就是它恶化了 原因就是这个是上礼拜最新公布的9月份数据 又往上又变多了 对 而且这个从这个上升角度 大家就可以看到它是非常陡峭 也就是这两张月是急速上升 那上升有什么特别呢 如果说只是来到这个话 那等于算是一个区间嘛 对 对不对 如果只是上升到这个位置的话 你可能也不需要太在意它 也不用太紧张这样 对 它是在一个区间里面来会一直震荡 那问题是在现在是来到什么位置 来到这个 已经来到灰色 之前金融海啸的时候 对 那灰色是代表金融衰退 对 所以这样子对过来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是 这个是来到了历史的一个相对高点 那我这边提供数据就是 9月份呢 这个数据是来到了2009年1月以来 最高水准 9月份 它是来到54.5 那2009年1月是55.5 那这个统计数据是1997年1月开始统计的 那这个月9月的这个数据是1997年1月以来的第五高水准 第五高 对 那这个企业库存 因为我们之前也有做别单元嘛 那它也 我们也是有看到这个企业库存那往上 那时候是解读说可能是美国景气复苏 那东西要开始卖得多 所以开始准备库存 准备要开始做销售 那但是这个是最新又在公布出来的 所以库存如果你预期景气好 那去提前备货这是很正常 那原因就在于你后面的销售能不能把它消化掉 对 如果不能消化掉 那这个就是很危险的 所以刚好我们又看到这个销售额 企业销售额 对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看下一个数据去看 究竟刚刚那个库存标高 是不是担心 是拉货力道 还是说是 或者是说其实是一个违信 对 囤售力道 从这个表格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灰色一样是代表美国经济衰退 对 过去两次经济衰退 美国企业销售额的年增率 这个代表临走 在这个临走以下呢 就代表这个是衰退 所以我们看到最新数据又在临走下吗 经济衰退的时候 企业销售额是低于一年前同期是很正常 是 对 那现在 也在临走以下 那这个是 7月份是年减2.7% 那这个是连续第7个月 这个呈现年减 那这样子是2008年10月到2009年11月以来最长 那也有些人会说 那现在还没有灰色 所以不需要担心 那因为这个灰色就是经济衰退 它是一个事后认定的 也就是说 我们就算现在是衰退 也不会没有一个机会会马上跳出来说 现在就是衰退 它会是事后认定的 所以有很可能我们现在处于当下呢 如果以从过去的这个历史经验来看 就很明白了 只有在这个经济衰退时期的话 企业的销售它是会呈现年减 所以很有可能从这张股股表告诉我们 很有可能美国经济 现在可能就正在衰退当中 所以这样子这是很长期的数据 1993年开始统计的 那过去这个只有很少次的状况曾经出现 所以这个数据是值得投资 特别去注意 而且另外强调的是这个下滑的动能 对 它是从大概2011年开始就下滑 所以这个跟油价下跌的关 油价在一年前还在三位数 是 油价在一年前的时候还在这里 这已经连续几年了 2011年 所以虽然它是七个月是在年减 但是我们更进一步看 它走下坡 它的年增率一直往下跌 这个不是这一年的事情 已经有 至少四年了 四五年的 对 至少四五年的时间 它的这个成长率 营收就不断地一直在往下跌 那只是都到这七月进一步变成负了 所以这个跟 并不能说用油价来去解释说 这个 这个销售额 这个变成衰退状况 那实际上不光是这样的数据 我们实际上如果看越来越多数据 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都是经济呈现 这个就是警讯了 因为不是说单一一两个数据 这个告诉你这个 那也许没有参考教授 对 所以说像美国的这个八月份的工业订单 它的年减6.5% 这是连续十个月呈现的这个年减 那这创建2008年9月到2009年11月以来最长 另外像之前也提过的这个 美国的生产者物价 PPI 它也是连续十个月年减 这个是创建2008年11月到2009年的这个 10月以来最长的这个年减 还有9月份这个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是不是也出现 这个上礼拜五 对这个就业报告 那当中特别提到制造业的就业人数 实际上是减少9000人的 那减少到只剩下1231.8万人 那这个total人数是今年一月以来的最低点 那连续两个月 制造业美国之后连续两个月都是呈现就业人数减少 那这个状况是2013年6月到7月以来第一次出现 连续两个月减少 那我们看这么多美国的经济数据啊 都是呈现这个衰退不利于升息嘛 对不对 那还有这个中信的里昂正确分析师就表示说 还有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全球通货紧缩的现象呢 也会开始出现 那到时候也会逼这个FED 明年可能会再出手哦 实施新一轮的这个量化宽松 这里到底有没有机会 因为联准会呢 现在有关心的就是有 这个长期的通货膨胀预期指标 也就是未来五年的 五年期的这个通膨损益两频率哦 那这个我们看到图屋的部分呢 已经跌破2010 还有2011年的这个位置哦 那有没有机会呢 能够迫使这个FED 来这个实施QE 就是这个百分之二的这个关键水位呢 宏东哥这边要怎么解读 因为是不是过往的时候 FED是拿这个数据来做参考是不是 对 实际上呢 我这边也可以顺便先提一下就是 这个JRM Morgan他其实有一个统计数据 就是说亚洲里面 谁的PPI就是年减率是最严重 那台湾是最严重的 台湾是最新的数据是PPI是年减将近10% 是 那比这些不管是中国或者是南韩 这些邻国 都还要严重 都还要严重 所以这个通缩数据是会说话的 不是只有说几个人猜测这样的状况 那这个 所以像这个美股呢 它上礼拜五大涨行 显然是架构在这个总金数据呢 其实是坏到 让投资人敢说 去压宝 联组会绝对不敢说建筑不救 因为数据实在太糟糕了 那这个是联组会他观察的一个市场的 投资人的市场的想法 所以这个是未来五年的五年起 简单来讲就是以现在来讲的话 它是代表说投资人认为 2020年到2025年的通膨是怎么样 在经过我们现在目前这个这样的一个 总金的运作之后 这个长期的这个通膨到底是 有没有机会回到联组会预期的2%呢 还是往下走 那从这个线图呢 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其实是已经往下走 已经跌破2%了对不对 对 而且现在的位置 现在的位置 对过来呢 你可以看到 也是在那个金融海啸的水准 那9月29号到 29号那段时间呢 它是跌到了1.75% 29号还有30号都是1.75% 那这个是2009年7月6号以来最低点 也就是投资人认为说 即使再过5到10年 美国通膨还是没办法回到 联组会设定2% 那另外有一个就是 不是属于预期 而是说真正的这个指标 通膨指标就是 个人消费支出PCE这个评件指数 是 这个8月份它的核心 就是我们把这个 那个食物或者是像这个能源 这些都把它拿掉了 我们不去看油价 那8月份的核心的只有年增1.3% 那前一个月7月份是1.2%的年增率 那1.2%是2011年3月以来最低点 所以不管是PCE或者是 这个画面上这个5Y5Y 这些都告诉我们其实通膨的年增率是一直在回家当 是 这就是为什么说彭博社上个礼拜五他统计这个联邦基金利率 去期货的报价后他发现说市场现在这个预期说最快 就是几率在5成以上的就是明年3月才有可能升息 而且是升息不到硬嘛 所以这个也是激励这个 但是我们说美股会涨 那原因却是相反 因为经济很差 所以这个费有机会不要升息 对 所以这个 所以不论升不升息 大家的对美股都是看好嘛 这次华街人希望是这样子 对 所以我们现在总结来讲 从5Y5Y到前面提到的 美国企业这个销售年增率 或者是工行订单 或者是PPI ISM客户库存指数 还有投机等级债券价格 高收益债券 ETF 还有GDI 这些数据 今天所提到这些 总总都告诉我们 美国经济很可能已经 相当接近衰退的边缘 那顺带一提的是 财新market 上个礼拜他指导 他要公布中国制造业的 9月份的宗旨 他提到 当时他特别提到说 如果是综合中国的制造业 还有非制造业的数据 也就是服务业 也把它拉进来看的话 那整体来讲 中国经济的活动 目前是处在这个 2009年以来最 很鲜出放晚的一个状况 所以如果说中国 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它是明显趋缓的话 那相对的 我们今天讲到的美股 美国它这个被脱雷的这个几率 也会很高 对 跟着增加 那谢谢洪昌 因为有这个太多的数据 坏的数据出炉 那就原本说大家可能预期说 今年的12月 那或是10月呢 就有可能呢 就有升息的动作 但是呢 刚刚我们洪昌哥有提到 就是说 现在呢 变成12月的升息几率降低了 降到只有大概10%嘛 那变成说呢 明年3月升息的几率呢 拉高到超过5成 那这个时事跟经济环境 也一直在变 那我们也会及时的 为各位来做更正 还有呢 update喔 那这个相关的国际的评论 当面我们陆续推出 我们下次再见